美国国旗和中华民国国旗一同进场 迎接一年一度的双十节 南加州五百多名侨胞聚集在菊峻尔湾 一处公园举办升旗典礼 可以看到后面的旗干 这个两面大国旗都是我们早上六点多 我们旗队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这里设置的 我们可以为中华民国付出 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能够大家一起在这欢庆我们的国庆 我们大家都感觉非常的高兴 菊峻侨胞升旗典礼迈入第九届 由南加州台大校友会主办 今年共有十多个社团参加 近三小时的活动 结合舞龙舞师音乐演奏 北女校友一对操枪 施放和平歌多种表演节目 表达对国家的认同与力挺 我们对台湾中华民国政府 很有支持力 我们爱他我们关注他 希望他们在台湾能继续为我们在国际的舞台上继续奋斗 我们中华民国虽然面对这么多的艰难的挑战 仍然在世界上屹立不遥 那我期许我们国家未来更加的茁壮 国运昌荣 国泰民安 也希望我们的侨胞在美国社会里面 继续为台湾发声 继续加油 透过上期典礼 期盼让美国有人看见中华民国对世界的重要性 旅美台侨未来也会持续努力为台湾发声 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中二社记者林鸿瀚 加州耳湾报导 切蛋糕仪式 中二社记者林鸿瀚